清朝顺治年间 凤陵县北边一个小村里 有个叫宋海的孤儿 他的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 入山采药遭了大难 被狼拖走了 宋海此后就靠着吃百家饭 慢慢长大 这个宋海啊聪明能干 稍大一点后 就自己到附近的山里找食物 他学着别人采些蘑菇晾干 拿给村中的叔叔婶婶们换些米粮 也就能勉强维持生计了 宋海没什么朋友 别的孩子都瞧不起他 不少呢都欺负他 让他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不过他每次在附近的山林中 都会和一些小动物玩 这些野生动物们 许多都是看着他长大 也把他当朋友 有这么一天呢 15岁的宋海在树上摘野果 下树的时候 看见一条手腕粗细的大青蛇 正在盯着他 宋海怕蛇咬他呀 就赶紧扔了几个果子给蛇 青蛇吃了果子后就离开了 晚上回家 宋海正准备睡觉 掀开被子时突然吓得连连倒退 被子里有什么呀 没错 竟然是一条睡着的大青蛇 就是他白天喂果子的那一条 宋海虽然有许多动物朋友 但是这条青蛇他不在其中呢 以前也没跟自己玩过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毒 宋海正在心中惊慌之时 那蛇突然把嘴张开 张嘴说人话了 青蛇说 你不用害怕 你也上来睡吧 这个床这么大 是吧 我们俩一起睡好了 你给我果子吃 你也是个好人 我不会伤害你的 这宋海一听 哎哟 这我也没跟蛇睡过 但是 这个小孩 心思本来就单纯 听蛇这么一说呀 就过去摸了摸它 哦 也不咬 宋海慢慢的蹭到床上后 蛇 也把长长的身子 盘在被窝里头了 舌头呢 也是紧紧靠在枕边 他告诉宋海 说你一个人住 我也没伴 今后啊 咱们俩就做个伴吧 啊 一起生活 你养我 可好啊 宋海一听 腾一下坐起来了 这个人畜有别呀 不是 我现在这个自己 也经常吃不饱 哎 拿什么养你呢 而且这个蛇吃的东西 一般都是青蛙呀 老鼠之类的吧 这我上哪给你弄去呢 青蛇说 不 在我未开灵之前呢 的确是吃那些东西不假 可是突然某一天 有一个仙人 扔了一颗开灵蛋给我吃了 吃了以后啊 我就具有人类一样的智慧 再也不吃那恶心的东西了 在那山里 我也只喝泉水 吃野果 啊 就跟人一样 你顺便 给我摘点野果子 或者给我煮点米饭 弄俩大馒头 都行啊 宋海一听 这米饭馒头我也想吃 那既然你跟人吃的一样 那好吧 那我吃什么 你吃什么吧 宋海就答应了 给蛇取名 阿青 有一条能说话的蛇作伴 呃 虽然有点吓人 但是能说说话 也是件快乐的事 就这样 一人一蛇 生活了三年 成了同棉同肃的朋友 有这么一天哪 这小村里来了一个蛇人 为什么叫蛇人呢 此人肩挑着两只竹篮 里面养着全是蛇呀 他拿出蛇来 在村中大院里进行各种人蛇表演 不一会儿就赚了很多钱 宋海看了 宋海看了 也觉得很有趣啊 他一琢磨 哎 我也靠这个谋生啊 他觉得这个蛇人的表演并不精彩 这有什么呀 是吧 自个儿家里边还有一条会说话的大青蛇呢 比这个可绝多了吧 啊 回家后 宋海就把自己的想法跟阿青说了 阿青说 你是想让我表演去挣钱 宋海说是 就是这样 啊 挣了钱 咱们的生活呀 能变得好一点 青蛇想想琢磨琢磨也同意了 从此 附近一带 就出现了一个耍蛇的小伙 他身产一条六尺长的大青蛇 这条蛇非常听话 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 让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啊 比其他的那个蛇人表演的好看多了 不到三年的时间 宋海就赚了很多钱呢 他出钱新修了漂亮的院子 许多媒人也经常找到宋海 说要给他说媳妇 十里八村的漂亮姑娘都愿意嫁给他 有钱了呀 宋海想着自己也快二十五岁了 虽然一日过日子 现在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也希望有个妻子 于是就打算挑一个女子成亲 到了晚上 宋海跟阿清商量商量吧 谁知阿清一听火了 阿清说你敢 不许你娶妻子 啊 你以后娶我就行了 这宋海是一惊又一乐 嗯 这这么久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公的母的 就算你是母的吧 你是蛇呀 让我娶个蛇 这叫怎么回事啊 咱们俩虽然是好朋友 但是也没办法成为夫妻呀 怎么搁一个被窝睡觉啊 这不搁一个被窝都睡了这么些年了吗 废话 嗯 哎 你要是能变成个女人呢 我娶你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青蛇当即一变 什么变了 说话声音变了 说我就是个女的 嗯 我很想变成女人嫁给你 但是啊 我现在这个法力不够 嗯 你等等 你再等我五十年 啊 五十年之后啊 我就可以化成人形 嗯 变成真人了 宋海一听 真的假的 还有这事呢 五十年之后你已经能变成人 可是 这五十年后 我都七十多了呀 什么也干不了了呀 那时即便在结为夫妻 他也活不上几年了呀 青蛇一响 嗯 那倒也对 看来呀 得另想办法了 青蛇说 还有一个法子 你愿意帮我吃些苦头 我就能在三年之内 幻化成人 宋海一听大喜 说只要能做到 啊 什么都愿意干 一人一蛇 就当即出发了 干什么去啊 青蛇带着宋海进山了 青蛇爬到一处绝壁上 咬下了一枚红色的果子 让宋海吃 宋海接过果子 也不管有没有毒 一口就吃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宋海感觉呼吸困难 浑身剧痛 身上啊 一出一颗颗的雪珠 疼得他是只在地上打滚 就算如此 宋海也坚信 阿青绝对不会伤害他 也是咬着牙 坚持着 阿青在一边默默的看着 此时此刻呀 说什么也没用 就看眼前这个男人 能否挺得过去 宋海翻滚了好一阵 最后一动不动了 疼得昏死过去了 宋海呀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见自己的四肢 缩进了身体里 皮肤破了的地方 长出一层带鳞的皮来 最后 他变成了一条 和阿青差不多大小的蛇 火红色的 过了三天 醒来后的宋海 回看自己的身体 果然变成了一条红色的蛇 宋海看了看阿青 朝他点了点舌头 青蛇也滑了过来 两条蛇是紧紧的缠在了一起 在山间的草丛里 是翻滚了好一阵肉 也不知道干嘛呢 阿青说 死后 海哥哥就是我的相公了 咱们以后啊 要永远都在一起了 将相公变成蛇呢 实在迫不得已 因为除了这枚逆灵鲜果 我也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 但是请相公放心 咱们成为同类双修三年后 法力大增 都可以变换成人形 而相公你也拥有了仙体 可以超脱生死 咱们一起共修大道 一年之后 山中出现了一对神仙眷侣 宋海带着漂亮的阿青仙子回家 向村里的邻居们 赠了很多钱财 把自己的房屋 也让给了孤寡老人居住 处理完这些俗事后 宋海和阿青就一起离开了 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村子了 想继续收听下一集的 那就点个关注吧